韓國瑜遠遠強過馬英九 我講真的三把槍 刀 槍 砲 全部該射的射 該砍的砍 該把的把全部都來了 還可以挺到現在 還有三十幾趴 誰有辦法 只有他 真的只有他 我想蔡英文 民進黨不虧是會選舉的 我先講左上角的蔡英文 猛吃空心菜 這個標題真的寫得非常好 我講真的 蔡英文之前來幹什麼事 你知道嗎 我要借用一下龍蓋先生的台語 騎棺山看不太太 這一個月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沒做事吧 他做什麼事 都沒做 韓國瑜一路就被郭柯王 逼到民調掉十幾趴 蔡英文只有騎棺山看不太太 什麼都沒做 你看喔 郭台銘一宣佈不選了 馬上第一個東西就出來了 卡市長有沒有 厲不厲害 這個就是選舉政黨 太精準了 我一宣佈 我知道你下一步二三四要幹嘛 要去美國要去做什麼 要去做什麼要去弄我的 馬上政令都出來 你覺得這個行政院的內部命令 是今天才開始的嗎 怎麼可能 前幾天就準備好了啦 等到你們好的那一天 我就開始打了 準不準 蔡英文未來只有這個力道而已喔 學姐 不可能吧 我跟你講 左上角那個猛吃空心菜 真的要 我覺得今天來 整個節目 讓我看到最開心的是何廷歡 我講真的 這麼久以來 當然莉娜每次來 我們也會說幫我們 有時候我們自己跟韓市長也會私訊 但是我說實在的 亭歡今天來不但是顏值高啦 漂亮 當然兩位 莉娜跟學姐 好啦 那不是 那我們都回去了啦 都可以回去了 我好害怕 三位多漂亮 但是他可以幫我們趕快回去跟韓市長講 我們這些人 他的我們的想法跟我們的策略 跟你們有沒有match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啦 那左下角的團結不能少喔 我最近喔 我又我在回家自己看電視 我比較少自己看自己上節目 我有種恍如隔世的感覺 你知道嗎 怎麼說 我自己在看我自己在中天 論述或在柳台的論述 我看完之後 然後我再轉回來看年代跟那個關鍵時刻 我會突然想說到底是我是國民黨 還是許曉星跟李正浩是國民黨 對 你有沒有這麼感覺 真的恍如隔世 到底是羅友志跟陳輝文兩個擺在那邊 然後幫韓國瑜講話做政策論述 開始衍生提策略 我們兩個是國民黨 跟你比起來他們真的比較不像國民黨 我覺得奇怪 我沒有黨職耶 我甚至連國民黨員也不是耶 我跟慧文哥用力的程度還比他認真 你看李曲曉青跟李正浩是火力全開 沒有你怕啦 我跟你講 昨天還有一個朋友在跟我一起看 說他跟我講一句話 他說好教材 我平常是有你主義政論性節目 不然我第一次看我叫許曉星跟李正浩是民進黨